你來講你的故事 兩位請就位 好 節目上總愛撂狠話與嬉皮笑臉 跟看起來有時候 都不太正經的張立宗 今天要面對 台語小歌姬的溫暖聲音 她能夠被打動嗎 張立的女生妹 她們帶來這一段 感動的聲音的故事 我要講的是我一個很開朗的阿嬤 然後呢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單親 然後所以呢 然後因為媽媽要工作 然後睡了就把我寄托到阿嬤那邊給 然後阿嬤照顧 然後呢 因為阿嬤就會開始照顧我們所有的生活齊驅 那阿嬤呢 非常疼我這個孫子 然後呢 例如我會想要買糖果跟飲料 然後我那時候沒有零用錢 媽媽不會給 然後那時候她就會偷偷的準備了一個零錢罐 然後呢 藏在只有她跟我知道的地方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讓我只要有需要我就可以去拿 過年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們家裡是也是收到錢 就會被媽媽拿走 然後媽媽說就會幫你保管 然後我就會看到很多小孩他們在有鞭炮可以放 然後有玩具可以玩 然後我就會苦惱 然後阿嬤一看到那個情況她就會 來來來你來你來 然後就把我叫到那個房間裡面 說 再包一包給我 就再包一包給我 然後所以阿嬤對我是無謂不知的照顧 然後阿嬤平常也會都會做我喜歡吃的菜 然後這樣照顧我到 我大概中學畢業了之後 然後我就沒有跟阿嬤住了 然後但是呢 我偶爾還是會回去看阿嬤 阿嬤就會煮我最愛吃的菜 但是那時候呢 我吃到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假設是炒蛋 然後那個蛋裡面有蛋殼 然後那個筍絲呢 也好像就是酸掉了 因為她的行動已經不太方便 然後所以她的味道也藏不太出來 但是阿嬤還是會很開朗的就是跟我說 因為我那時候她都會叫我的英文名字叫Leo 她就說 Leo啊 阿嬤的煮的那個好吃嗎 然後我就會說 好吃 阿嬤你煮菜也是一樣的好吃 然後阿嬤就慢慢的 就是有一點繞不去的時候 然後直到去年 然後她因為心臟的問題 然後她就出院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剛開始在 綜藝節目裡面有表演 然後演演出 就是在國王幫忙 然後因為那個節目是在11點 11點 所以對一個老人家是 是她需要睡覺的時候 然後她那時候又有一點病痛不舒服 但是每到10點的時候 她就會提前跟那個護士說 來 你要切那一袋 欸 那一袋 然後護士就會問她說 為什麼要切一袋 她就說 因為我孫子在那裡有表演啊 她做好笑的 你要給她看 然後旁邊也有一起住的病人 她就會說 欸 我孫子你要看喔 然後旁邊的人就會看到說 欸 你孫子喔 那她出現怎麼可能10分鐘而已 她就說 沒有要做好笑的啊 那麼久嗎 然後她就 然後她就真的是還好 她真的看不懂 但是她會把它全部看完 然後會很驕傲的跟別人說 欸 張立東 欸 她是我的孫子 欸 她是我的孫子 那她做好笑 啊 你要給她提醒 對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在去年的7月26號一個凌晨 然後兩點的時候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媽媽就說那個媽媽離開了 然後我那時候接到那個電話 然後我就立刻坐車回台中 然後因為隔天是中午的通告 一個外景 然後所以我就是去看阿嬤最後影片 看完最後影片之後 我就要趕回來台北 然後把那個外景給錄完 然後錄完的時候那一刻 我立刻就去發動我的機車戴上安全帽 我就沒有目標 我就一直騎 我不知道我在騎什麼 然後我就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從台北我騎一起騎 然後騎到等到我 我汽車發不動 然後我就把我的頭那個安全帽拿下來 我蹲在路邊大哭 然後我就很想阿嬤 然後我想要跟阿嬤說 妳在那邊也要過得好好的 然後我會讓妳以我為榮 我是妳的孫子 我叫張立東 阿嬤妳在愛走好 阿嬤妳在愛走好 在小邊的時候 我阿嬤對我上好 跟上好的東西攏攏攏攏攏子 我一直一直走我去游戀 看人家似乎 看人家伴供佛 看人家微笑嘴 一直一直到我说 叫我到我好好的讨识 人家大人像你老伯 那些女儿两杯 在那些时尊 我都听都没 阿嬷你到底是在说些话 大条线 这么多听阿嬷的话 我会把永远永远放在心掛地 想到一步一步的过去 常常都会让人很难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心里 就定都会想到你 阿嬷你现在在那里 我会把你感觉到我 我会把你感觉到我 我們就叫你你知道嗎 阿嬤你今晚過了好久 敢有人會跟你照顧 希望後生人運到的人來討你聽 做你永遠的孫子 我叫你今晚過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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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晚過了好久 我叫你今晚過了好久 天啊 我們今晚過了好久 對啊 終於大熱門耶 他從來沒有過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第一次成這樣的 對 全部大所有人淚水都飆出來有沒有 但這是我看過立東我認識他到現在 他很真情的一個孩子 最真情最可愛的事 對 真的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在綜藝節目裡面 這個節目裡面難免開玩笑 一直扁他一直弄他幹嘛 其實我們是最愛護他的 是啊 對啊 懂得孝順的孩子都OK的 都好命 阿嬤剛剛也聽到你在唱這首歌 給他聽 我們請阿嬤來講一下 來 Amanda 阿嬤也哭成 憲哥 憲哥 年紀都不夠啦 為什麼阿嬤 對啊 裡面就是你最像阿嬤了 是吧 他這個聲美唱到也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對啊 因為我其實聽他的故事 就是立東的故事我很感動 然後自己也有一點相同的故事 今天喔 對 哭得好低 是阿嬤 兩個阿嬤都還在啊 你神經病嗎 你哭得好像阿嬤已經走得很久了 覺得他的故事跟 居老師的故事都很感人 對啊 然後看到他們這個 歌聲也是唱到心坎裡 人就是這樣循著聲音的翅膀 回到跟阿嬤相處的那個時間 那沒關係你就好好打拚 讓阿嬤知道你的 但是未來也是有前途的 好 阿嬤就放心了嘛